第七个问题是弟子接触佛法有一段时间内心很认同佛法 听法师说念佛法门的好处 现在每天利用时间固定念佛 想要更精进 参加共修或当义工时 却常应先生反对而无法抽出时间 请问法师 像我这样业障多的人 该如何修才能减少阻碍 能家庭与修行坚固继续下去 如果真正你学佛 我相信你的家人一定非常欢喜 你一定会把全家人都读学佛 那么家人反对是你修学不如法 比如我们看着很多 那学佛一定要吃素 你家人不吃素 你偏偏给他闹别扭 你说他造业 他当然心里不舒服 那怎么会不反对呢 你要真的学佛懂得了 你可以跟家里人生活完全过一样 他们吃肉 你也吃肉 他吃的多 你吃的少一点 尽量去吃肉编菜 慢慢过 我说学佛也能吃肉 那我也可以吃 他就来了 学佛也能喝酒 只要不喝醉 他就欢喜了吗 他就能接受了吗 你说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你破戒将来你要堕地狱 他越天越生气 这个没办法了 你怎么能堕得了众生呢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一定要清楚 你要这个时候是 是以 想到大臣教理 就有佛教教给我们 菩萨所在之处 另一切众生生欢喜喜 你在所在的地方 另一切众生都生烦恼 你已经违背了佛陀的教诲了 你就错了 这个时候 不叫做破戒 叫开戒 这个戒律有开源子 该开的时候要开 该开不开的时候 你犯戒 你也错了 该吃的时候要吃 不吃你犯戒 该开的时候不开 你也犯戒 这所以戒律不容易 你这个要学统统懂 我记得我这是好几年了 大概从有七八年前 我到北京 住在国际酒店 我在下楼梯的时候 遇到华盛顿第一席一个同修 姓徐的一个同修 跟我同心 他的儿子那天结婚 新娘是日本人 他们也有很高的地位 那么也是在美国学佛 我们都很熟 他是这个华府佛教会里面的同修 看到我很欢喜 就把我拉下去 今天我和儿子在这儿结婚 因为说过季 这个婚宴有很多外交官 很多政府的官员 还有日本那边的一些代表 拉我去做证婚人 我说你没有证婚人 有 请了一个陈思源 陈思源那个朝铅 正义副副主席 又把我拉去 两个证婚人 我们坐在证婚台上 一生一俗 陈思源呢 就是电影明星林黛的爸爸 林黛长得还蛮像的 你看得还像 我说很好 难得了 这些政府官员 从来不会接触佛教的 有这个机缘 正好是叫我去做证婚人 只好说话十分钟 讲一点佛法 就让他一粒而根 用味道种 这好机会吗 所以我就答应了 也去了 那么在印象上 当然临时去的 还没准备素材 我就吃肉圆菜 他倒了一杯酒 我跟大家进去 佛教可以喝酒 我说可以 佛教能吃 我说可以 不障碍 这样子可以 我们也可以 你想想看 大皆大欢喜 那你要说这个 这佛教不能碰 这碰的时候 你不就糟糕了吗 随缘度众 一杯酒 一杯酒 我不会喝醉 我不让他添第二杯 人家敬酒干杯的时候 我们只喝一口 一点点 尝尝 比较比较意思 这对的 所以佛法 活的不是死的 这个一定要懂的 这些人 一生都接触不到佛教 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 多难得了 百千万劫难遭 预言是这样 可不能把机会错过 所以接触到很好的缘 他们给我交换名片的时候 所以过年还写 后年卡给我 所以像这样的 你能够活活活活活的 你家庭活路 你就会度一家人 慢慢家里人都学佛了 才知道素食的好处